晚上好黑哦 好暗哦 我要搞搞个灯 搞一个白一点的灯 哎 就这样 直播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 谢谢渐渐酱的夜碟 谢谢渐渐酱 直播一会儿我就去 洗洗 哎呀不对 我买的洗漱用品还在楼下 我要去取个外卖 直播一会儿把东西收一下 然后就 睡觉 明天不开工明天没有工作 后天开始工作 嗯 后天开始工作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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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去试了一下衣服 发现我长胖了一点 哈哈 我的短发 还行吧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感觉 但是我这次的短发 剪得比上次的 温柔一点 我上次的短发有点小男孩的感觉 不是想剪短发 我的头发也就这么长 因为 拍戏要戴假发 然后不能用我的那个接的 不是 不能用我那个接的头发 所以只能拆掉 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 我今天9点钟起床的 9点钟起床 然后 去拆了头发 之后又去剪头发 然后回来收拾收拾 不行了 就去坐火车了 那今天 现在还没有室友 谢谢奶茶 现在还没有室友 但是后面可能会来吧 现在我一个人 好孤单 好孤独 谢谢奶茶 酒店 酒店 环境比上次好一点吧 这次住的是蛮好的一个酒店 很好很好 但是上一次我们住的酒店很大 这个房间比上一次的小一点 上一次的有一个小客厅 这次的就是酒店的房间 谢谢奶茶 谢谢奶茶 哎呀 我来这边之后一打开外卖发现有好多好吃的 有好多想吃的东西 我跟你们说今天我好尴尬 谢谢玫瑰花 今天我好尴尬 我差点又下错车了 我又下错车了 我到杭州下去了 然后我又 还好我没坐错车 我这次只是下错车 是这样 我一上车了之后 就有一个人偏要跟我换座位 然后换就换了 结果你们知道高铁上的座位不是有 有的人只买了一站吗 然后到站之后 这个座位就有下一站 下一站买票的人要来坐 然后我到了杭州之后吧 我就 我在睡觉 一直在睡觉 到了杭州之后突然有人叫我说 哎 这个位子 这个位子是我的 我一想 这位子是他的 那我是不是要下车了 然后我 睁开眼睛说 我该下车了 然后就跑过去把我的行李箱拿着 我就下车了 但是这次我长了一个迹象 我长了个心仰 我跟旁边的人搭了个话 我说你好 这里是义乌吗 他说啊这是杭州 然后我又搜了一下 又提着我的行李箱 又回到车上去了 之后我就 我就很生气啊 之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走错 座位差点害我坐错下错了车 然后就回去叫他 我说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他说你怎么了 这时候我突然撇到后面有个空座 然后看到了刚开始要跟我换座位的那个人 我就一下子哦想起了什么 我就想到原来我跟别人换个座位 不是那个人是帮别人换座他们一家三口 他们的女儿先在杭州下车了 然后两个老人要在义乌下车 所以说他们女儿先下车了 关键是旁边的人都在笑我 旁边的人都在笑我 就是那种还是憋笑在那儿 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尴尬 我的一帆操作 离地歪歪不超过两分钟 从我睁开眼睛说我要下车了 提着我的行李箱往处跑载 再到我提着行李箱跑回来 一共就两分钟 谢谢Leo的99个应援棒 谢谢Leo 100个 然后我刚我刚才 进住住酒店的时候要登记嘛 要登记一下你 你的车次高铁车次 我一下子就写出来了 一下子就把我的车次写出来了 然后旁边姐姐还问我说 你记忆力这么好 你还记得你的车次 我说因为我上次坐错高铁 我就是因为没看车次 所以车次 从我进高铁站开始 我就一直在看车次 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到哪里都要看车次 而且动不动就要掏出我的那个车票 确认一下我的车次车座 就记住了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今天坐的这帮高铁了 呵呵 人真的好多啊 今天高铁站 我都没有位子坐 一直一直坐在我行李箱上面 感觉好多在外面玩的人 现在是返程吗 返程高吗 好轻松啊 我觉得我的头 我的脑袋 没有了头发之后 好轻松啊 轻飘飘 觉得脑袋都轻飘飘 我这次没有剪上次那种 这个就是 这个头发就 对 长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上次我剪 剪了那种层次 就感觉整个人很飘逸 有点像小小蓝海 有点像小蓝海 其实我周围的人都比较喜欢我上次那个短发 但是由于上次那个短发实在是太太有个性了 我上次的短发就是现在陈建兰的发型 现在哪也差 上次的短发就是现在陈建兰的发型 就只能穿一些比较那个那种T恤之类的 比较小学男生的衣服 比较小学男生的衣服 穿个裙子都觉得很奇怪 我发现 我剪了短发之后 显得很高 我原来你们看我也是快1米7的人 平时看着也没那么高 但是剪了短发之后就觉得我人很高 嗯 你们可 你们可别说了 啥民国 民国发型啊 啊 民国发型 我什么我穿越过来的是吗 不想 很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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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想 并不想接受这种评价 并不想接受这种评价 人很难受 本来就是被破解了短发 还说我像民国人 真的很 真的很难受 别气我了 真的 都要记住 嗯 房间设施盒上次好像 嗯 还行吧 酒店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今天我交给阿姨照顾了 因为酒店 房间也不是很大 然后可能后面有室友会来出 还是交给阿姨照顾 还是让他留在上海吧 对啊不想不想再折腾他 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 明天不用交钱 明天没有工作 我今天拆头发的时候痛死了 因为有很多胶粘在我头发上 他就直接用那种梳子这样扯 这样扯 这样 我痛死了 我我都都不是痛了 是那种折磨你 一种酷刑 我再也 我再也不要接头发了 就这样 就这样慢慢流长了 我这还叫多 我这头发还不多了 我原来的头发 你们 你们 都不知道我原来的头发有多多 我这种发型如何打理 这种发型不用打理 根本不用打理 而且洗头发很方便 我短发的时候都是早上一睁开眼睛 一睁一睁开眼睛 洗一下 就是去冲一下 然后吹一吹 随便吹一吹它就干了 用时不到十分钟 你记得我刚抽到的时候也是这个发型 那sorry你记错了 我记得你再好好回忆回忆我是谁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走错门了 走错门了 我今天真的我今天真的好难过 我今天自己自己自己从中心出来的时候 好难过 因为我要自己自己因为我要自己生活了 某有人陪我 谢谢今天这样的酒 学这个月也帮我学习 平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和大家打麻将 别提了 姐姐打麻将还输给百姓五十块钱 一缩用上海话怎么读 呀算呀算 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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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怎么读了 因为我们那个麻将选的是上海地区 选的是上海地区 所以出牌的时候都用上海话说那个牌面 生个懒腰 哎呀这衣服有点短 好想生个懒腰 其他没带过来 其他寄过来的 其他应该明天就能带了 用顺风寄过来的 哈哈 你说我像丽莎 你说我像丽莎 我都笑了 哎呀你们忘记了 我短发的时候是谭松韵 我短发的时候是谭松韵 哎呀我明天还得把我的衣服寄过来 把我的脏衣服寄过来 因为我前段时间很忙 然后都没有时间洗衣服 所以导致我现在 没有衣服穿 我今天出来之前找了一个大箱子 把我那些没洗的脏衣服都扔进去了 然后打算寄过来 先送到干洗垫去 洗好了再拿回来穿 一箱子衣服 好想念我好想念我妈妈 很想念张叔叔 我还很 还很想念我老公扣呐 喵 我今天恩队就我一个人直播 什么我一天一个老公 我跟Kona在游戏里是结了婚的 好吧 我跟Kona是在游戏里面结婚的 她这个明媚正娶的领了证了的 对啊 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孩子现在已经十一级了 我这几天QQ飞车进步神速 我再也不敢亲吻打QQ飞车了 她总是 她等级太高了 总是匹配到 总是匹配到很厉害的人 我每次跟她打 每次跟她打QQ飞车 就从来都没到过终点 毫无游戏体验 真的是 她没办法等我呀 因为不是我们 我们两个玩 是好多人都在一起玩 她要是等我了 不但我没有 我没有希望冲刺到终点 她人的排名也不会很好 我现在这个水平只能和Kona Kona一起玩 我们两个比较半配 所以我们结婚了 谢谢你的玫瑰花 谢谢你的玫瑰花 而且今天就把我的闹钟关了 我盯的闹钟 我人要早起去弄头发的 然后我感觉好像听到闹钟声音 我还没醒 他把我闹钟关了 差点就 闯那个那个了 错过了 差点就七万了 我这衣服咋掉了 我这衣服 我这衣服怎么啦 我这衣服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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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儿呢 那我币和他 真的很舒适 我带来 这样做 非常多 然后祝 APIs 当时会把我部巴套 去 elsõ 尝 Baptist 跟早稍巴 在 seat 或者是 嗯哼哼哼哼哼 像你小时候穿的 你小时候穿着衣服 啊 哎呀怎么总有这些 怪人在这里 在这里骚扰我呀 为啥总有怪人在这骚扰我呀 我拉黑了 他这种小号一会儿就能冒出来一个 一会儿就能冒出来一个 你说这有啥意思呀 我不明白这这乐趣在哪里 这个就像小学的时候往那个 那个我我我女 那往同学书桌里面塞某某种 这还是个组织啊 挺厉害的 嗯哼哼哼 谁一点呢 不太困 到了新环境就不是很想睡觉 而且我的行李还没收拾完 而且我的行李还没收拾完 谢谢老咪的九十哎五十四个永远包 不行我必须要把我必须要把东西都收好了才能睡觉要不然我不舒服 我每次住酒店都是要先把行李箱里面的东西要用的东西都拿出来摆摆好 然后才能安心的睡觉 这也不是什么好不好习惯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样子 那这样正常来说东西都放在行李箱里面到行李箱里面去拿也是可以的呀 吹吹我的酒 我再给自己做 我再给自己做足迫按摩 我再给自己做足迫按摩 我今天去量尺寸 发现我的手臂很长哎 我的手臂好像很长 一百零八厘米 一百零八厘米 不知道加没加手指 我手臂张开和身高一样高吗 那我手臂要是张开的话应该比身高高吧 他直播了咋了 他直播咋的呀 直播他直播我还能去看不成啊 在这儿跟我报时呢 我谁想他了 还是我连个卖我不连卖 我现在 主要是被拒绝太多次了 我这是很记仇的 我这是很记仇 现在黑名单里面有清吻 还有陈清吻 还有陈清南 这都是跟他们连麦他们 他们把我拒绝掉的 就都通通拉入黑名单 我今天给小说的信号感人 有很感人吗 我觉得还好啊 一般般啊 我还觉得我根本就没写什么呢 主要是我这人也不太会写信 确实是不太会写信 打嗝了都 有有们 明天是发工资的大喜日子 我要在今天晚上把钱都换完 明天放假明天明天放假吗 我把钱都花完了 你们跟我说明天放假 你好 啊呀 啊 啊呀 我不退款 我不退款 今天买的冰箱让我很不愉快 这个购买经历 你们不觉得那个客服也太过分 买冰箱是送人的 没有退啊 后面给我解决了 也没有解决吧 就是他说他可以上门更换一个这个冰箱的门面 我说可以 他说一周之内给我上门更换好 然后 以后上门更换的话 现在冰箱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处理方式 我都跟他说了我要送人的 我不需要赔偿 这个有划痕我肯定不能送人 他说不影响使用 亲这个不影响使用 然后 然后 我说换一个 他说不保证第二个 不保证第二个发过来没有这种状况 我说合着你家的冰箱 就个个送过来都有划痕什么 你家那是冰箱还是冰块啊 就很离谱 就很无语 我都想投诉他了 我一会我一会要给他打一个第一分 我要给他打一个第一分差评 你说你这个情况 怎么说都是要给我换一个的对吧 你最后还是给我换了一个 你说这些 这这一遍一遍的跟我说这些 话有什么用 搞的人很不爽 消费体验很差 再也不会在他家买东西了 我本来之后还想给自己买一个的 我也不会 买这个牌子 不是闲麻烦或者这个那个的 就是我都说我不要赔偿了 我就要换一个新的 他说有划痕不影响使用 再给我换一个新的 可能还会有这种状况 不是我这么坚持 关键他这个话哥谁身上 谁也不会接受吧 你说你你可以 你怎么能说 第二个不保证 不出现这种状况 反正是有有够让人无语的 他想让我吹菜这个哑巴亏 但是 但是 他也没有啊 他一开始说 可以给我赔偿 还问我多少我赔偿金额你可以接受 我已经明确地说我不要赔偿了 我已经明确地说我不要赔偿了 这个客服业务还是不行 业务不熟练 买个新冰箱 哎我主要是 是他们我这个是给那个韩家乐的生日礼物 他和白星宇都很喜欢这个冰箱 我刚开始选了一个 然后 他们说 喜欢 喜欢这个 白色的 然后我说那就 买这个好 要不是因为这个款式有点特殊 我今天肯定是要把它退掉 而且白星宇很好笑 我原来给他选的那个沙 沙发去了 原来给他选的那个冰箱 比他们选的这个稍微便宜了一点 然后他说 他那天问我肥子你冰箱买了吗 我说还没有买 他说那你把钱转给我吧 我在 我在贴点 我在贴点钱买 买这个我喜欢这个 我说没关系 你直接把你想要的发给我就好 好好笑白星 你说我这就很尴尬 我给他转钱 我是转 这个冰箱的价格呢 还是转一个吉利的数字呢 这真的很奇怪 很奇怪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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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会要问一下这个酒店的早餐在几点 早餐在几点我要下去吃一个早餐 起得来 起得来不知道起不起得来 这个酒店好好哦 这个酒店有机器人给我们送外卖不用自己下去取 哎我的腿 而且那个机器人还会坐电梯呢 而且机器人坐电梯必须要站在中间 你得给他让地方 得让这机器人站CV他才进电梯 要不然他不进来 好嚼勁的机器人 高贵我们机器人很高贵的 哈喽我要下播了 收拾收拾东西然后睡觉了 突然就很突然因为我就突然想躺到床上 突然想去躺一会儿 突然想去躺一会儿 拜拜 明天怎么休息啊 明天 明天银行也不上班吗 明天银行也不上班吗 明天银行 tres Param 恐情 明天啊 明天银行七 revision 明天 radar 一会儿 明天啊 呱呱友喻 感谢观看